原标题张学良和张作霖的差距和阿斗与刘备一样 而且人生轨迹几乎相同张学良 他爹是个白手起家的乱世萧雄 他爹有恩顶天下之志 但是大夜未成 寒恨而死 于是年少年 他就继承了父亲的基业 复在两大帝国之间 但是很可惜他错误了估计的形势 面对敌人压境的时候 他不想抵抗 把万里和山直接拱手让给敌人 而且他生活迷赖 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曾经被软禁 失去自由 漂流到国外 到死的时候 也没有能够回到故土 不过他身体比较健康 在同时期也有不少人直接被他咬死了 最终这个人得以受众正气 这个人叫做刘阿斗 当然张学良也是这么干的 在中国历史上 几乎就没有什么姓张的帝王 但是倒是有不少姓张的首相 比如说汉书的张良 张显之 张居正 东北还出了一个张作林 号称东北王 是北洋军奉系的首领 和段祺瑞 冯国张形成 三组鼎立之势 之后打进北京 成为陆海军大元帅 可是也是当时民国的北洋政府最高统治者 只不过很可惜 他们的政权也像刘备父子一样 传到他儿子手上就没了 其实平心而论 张学良还不如刘阿斗 起码阿斗 为自己父亲留给自己的托估大臣 诸葛亮毕恭毕敬 之后做了四十一年的皇帝 但是张学良一上台 就把杨宇廷给干掉 含了元老们的心 六月份张作林被炸死之后 张学良十二月份就投降了国民政府 现在你可以说 他是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但是当时群雄争霸 鹿死谁手都不知道 蒋介石病了张学良 张学良就不敢并了蒋介石 但是张学良没有这样的魄力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张作林当初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 是寸土不让 不出卖国家的利益 所以被日本人给炸死 但是他和国民党对着干 也杀过共产党员 到现在也没落下什么好名声 张学良虽然丢了东北 给我党成功续命 所以他的人物评价是很难的 在大陆他是一个好名声 但是在台湾 尤其是在梁蒋时期 张学良在课本中 一直被当作罪人来看待 直到台湾开放了党禁 讲经国去世之后 对张学良的评价 才算是有点缓和了 张学良是一个多情的人 这个情包括对家庭朋友 对党派 对国 对民族 这些情是不可能达成统一的 单就站在大陆这方面 西安事便说 他是民族英雄也是没错 但是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才 政治上的缺陷 本来想当清理工 结果当了敲屎棍 这才留下了很多争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少年